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日本恐怖漫画 我死前的百物语 据说只要讲完了100个怪谈 就能遇见真正的鬼怪 明天幕户警官要过来了 优马又开始抑郁呢 该怎么办呢? 如何帮羊菜呢? 第73个恐怖故事 报复 这天晚上,小佳回家的时候 发现路边有一对被丢弃的旧家具 虽然是旧家具 不过看起来都挺好的 小佳忍不住翻了翻 看看有没有可能捡回家的 结果摸到了一个脏兮兮的旧玩偶 小佳健壮急忙给甩开了 这个人偶也太恶心了吧 算了,应该没有能用的东西 于是小佳拍了拍手回家了 一周后,小佳居然又遇到了那个人偶 人偶坐在前面天桥的台阶上 挡住了小佳的去路 与此同时,人偶还对着小佳 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 似乎在说,我在等你哦 小佳吓坏了,然后转身逃走了 晚上回到家,小佳就把人偶的事情告诉给了妻子小美 并且小佳还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那个人偶给诅咒了 小美就帮小佳分析 你不是遇到了那个叫美丽的人偶了吗 他会逐渐逼近你的,你要小心了 小佳摇了摇头 不是,我那个人偶从一开始就在眼前 所以不会一点点逼近我 不过这样我很困扰啊 他挡在我前面,我都只能绕路了 这样啊,那你和他道个歉 看看他会不会放过你 隔天,小佳再次路过那个天桥 而这一次,人偶居然不在 小佳顿时有些激动 貌似人偶不再纠缠自己了 从这点之后,有半年多的时间呢 小佳都没有遇见人偶 就在小佳渐渐地把这件事情淡忘的时候 那个人偶又出现了 他躺在马路上的人行道上面 再次挡住了小佳的去路 怎么了,他怎么又出现呢 莫非真的是 对了,给他道歉 于是小佳九十度鞠躬 给人偶来了一个郑重的道歉 实在很抱歉,不该那样扔你的 现在请你原谅我 让我从这里通过吧 尽管人偶不但没有让到 反而还恶狠狠地瞪着小佳 小佳又被吓了一跳 人偶生气了吗 最后小佳只能绕路去公司了 对不起,我迟到了 然而老板没有责怪小佳 而是非常关切地询问小佳 小佳啊,我们公司前面那条马路 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 我还担心你也被卷进去了呢 小佳一脸蒙圈 是吗,我今天是从后面那条马路过来的 这样啊,那你小子运气不错 从这天之后 那个人偶又消失了一段时间 直到这天晚上 小佳加完班回来后 又看见那个人偶 这一次人偶不是在台阶 也不是在人行横道 而是在小佳的门口 小佳顿时就慌了 怎么办,这样就回不了家了 紧接着,旁边的窗户缝里 居然飘出来一股浓烟 没错,小佳的家着火了 而小美还在里面 情况危急 小佳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她冲上去 一脚将人偶给踢飞了 然后冲进了家门 结果小美躺在地上 已经奄奄一息了 小佳见状 急忙将小美抱起来往外跑 但火势越来越旺 浓烟也越来越大 最后小佳没能从火海中逃出来 而那个人偶依旧躺在门口 火星已经将它给点燃了 第73个恐怖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那个人偶是想帮助小佳的吧 只不过小佳没有领悟到她的意思 讲完故事后 优马还在郁闷中 因为讲故事的同时 她就在思考如何将一个成年人 对了,有办法了 优马想到了一个计划 优马想到的是什么计划呢 请小伙伴们继续关注小佑的视频 小佑漫画 下次再见